通过抵制代言以抗议骚扰品牌,这股潮流正迎来肖战主演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,挟之大者的冲击,而这也将是一场硬仗。 从表面看,网络上传言肖战代言麦当劳,并且营销号提前一周埋下了线索,致使肖战的黑粉在同一天涌入品牌评论区。 这个举动不禁引起人们的关注,同时也凸显了肖战粉丝之间的紧密团结。 然而,参与其中的三类明星粉丝似乎并未在演示身份,直接在品牌评论区中表达了他们的抵制情绪。 虽然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抵制肖战的代言,但背后的动机却远比表面更复杂。 这整个事件似乎都是为了电影宣传的一部分,通过在抵制行动中暗示深层线索,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。 这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明星粉丝来说,更像是一场长线布局,目的是在电影上映时获得更大的影响力。 不同的明星粉丝群体对待这次事件的态度也存在差异。 其中,杨子粉丝的参与肖战的影片风格差异较大,很难理解为何将肖战视为竞争对手。 另外两位明星的粉丝虽然在近期达成了和解,但却在这次抵制行动中出现了不约而同的参与。 这很可能是因为肖战的电影回归,削弱了他们作为电影明星的市场机会,因此这一事件成为他们表达不满情绪的窗口。 对于这部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侠之大者》的播出,那些自诩为电影咖的明星而言,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 与此同时,肖战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,它的存在使得这场竞争更具挑战性。 尽管观众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欣赏徐克的武侠电影,但同样的,大家也渴望验证一下肖战作为一名顶级明星的票房号召力。 回到肖战代言麦当劳事件,这场风波引人深思。 经过多年的观察,微博上粉丝之间的争执是常态,然而肖战的粉丝事件却持续了长达十个月,影响之广也是前所未有的。 若没有第三方的推波助澜,全网范围内的强营销推动是无法达到如此程度的。 微博上的普通人通常并非真正的普通人,他们惯以普通人的身份,实际上是为了参与娱乐圈内部的恶性竞争,这在过去的几年中已成为一种常态。 在这个过程中,肖战的粉丝们逐渐学会了如何运用买单论,但现在面临问题时,他们只能呼吁停止个人行为,无法再像过去一样集体抵制等。 这一过程也凸显了娱乐圈内部竞争的压力。 因此,如果长期忍耐未能获得尊重,过度的忍耐和控制也许并非最佳选择。 正如石英所言,面对问题时要自信坚定,既不骄傲自满,也不过度压抑,寻求合适的平衡点。 对于明星们而言,他们的行为和形象也应该更多地考虑到社会责任和影响。 作为公众人物,他们的言行会影响大众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。 因此,明星们应该更加谨慎地选择代言对象,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。 最后,作为观众,我们也要审慎对待媒体传播和社交网络上的信息。 不要轻易相信未经合适的传闻,要保持思考的独立性和判断力,以免被误导。 同时,我们也要用积极的态度来关注娱乐产业,欣赏优秀的作品,理性看待明星的行为,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健康,理性的追星文化。 愿我们在娱乐的世界里,保持清醒的头脑,用理性的眼光,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明星文化。